全球观众朋友们 上人每一次的行脚 总是和弟子温馨互动 心灵相弃 当上人来到彰化敬词堂的时候 弟子们遇到了生老病死的考验 经历了生命最脆弱的时刻 依靠的就是师父的鼓励 面对病苦 上人也以自身经历告诉大家 即使现在年纪稍长 角力不足 也还是努力地跨出每一个脚步 唯有自己不放弃 才有力量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收看 今天的节目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上人回到彰化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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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时候爸爸常常不在家 因为他不是去赌博 就是去喝酒 那我想在这样的环境下 妈妈当时应该是很伤心 很难过 幸好在16年前 爸爸加入了慈祭 并且担任了八年的医疗干事 其实在这八年当中 爸爸有做了很多的改变 尤其是他的不好的脾气 真的真的很感恩 郑熙熙师兄 在年轻的时候 对家人都是恶口恶言 因缘忌讳之下走入慈祭 慢慢地改变了他的习惯 感动了他的家人 接引了他的家人走入慈祭 他在民国99年的时候 扁桃腺癌 做化疗的时候 他不知道他的喉咙 已经有破一个小洞 结果在隔一年的时候 他发觉他喉咙怪怪的 他那个破洞已经破成米粒大小 所以他的东西都会跑到呼吸道去 所以他现在只能吃柳子的 从此吃柳子的 他也要当医院志工 他都会自己带柳子的东西 去当医院志工的时候 自己备餐 那他现在因为只能吃柳子 长期的牙齿没有咬合 那牙齿都掉光了 所以他现在讲话口词比较不清楚 你如果能够出声你就说 他说 你 说看看 非常感恩上的家务资源回收 你怎么说得真好 他说一百岁说 要常常拿出来说给大家分享 这样练 要练 要练 要说 你要说得真好 你们真有福的家庭 你用专辩了你一个态度 一个方式可以度这么多人 真的要给你祝福 你的心也要保护好 心啊 心念 好 好 你真好 坐在我旁边这位是我的队员 也是我的队长 因为他承担户外队长 在去年九月初 他因为早上脑中风 把救护车送到附近的 二领基督教育医院急诊 然后发现他脑溢 技术就是中风 经过医师紧急开刀 在家务病房住了三个礼拜 常常师兄还没有发病事情 就是承担我们二领户外队长 还有环保站的负责 他以环保站为家 几乎在环保站是天天报到 他会夸我们的师傭师姐 费隆师姐常常跟他讲一句话说 你干脆在二领环保站 搭一个疗房常住好了 可见我们常常师兄 是以环保为他的志愿 因为他常常都是很微笑 我们都称他为米勒菩萨 我们都称他为米勒菩萨 我们牙坑在家 比较很便宜 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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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对书吗 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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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碎碎 所有的安心 先碎碎 佛陀给我们是生生世世 不迷失 节目之道 甲母子罗 这是佛陀 两千万年轻 他碰下他的地位 专入了 是生性的风流 两千万年轻 佛陀笑咖 在那儿借下来 思考 人生啊 这么多 到底呢 缓 亲力啊 是中度危险 生命是对度未来 为什么 敏 富 日车 健康 平坑 是怎么会有这样的生态呢 所以他去火车 去运用他的地位 给生所有的烦恼无名 好 好 好 富多 非常苦度 把我们分析到很多 人间啊 无上 苦 空 生命 尾翠 在瞬间一两天那种人生这么无数 到底是怎么可以让人健康 最当然是心 心要健康 如果没有 就是说一旦无数来生 即使他叫名是正的 但是很担心 能够活起来 就要自己站起来 有法走出去 生我自己能够处理 这些是福建教 原来的健康 现在都有机会 所以说 我们要静静 要经常鼓励自己 把时间 生命有用 就是最佳大 一个近视地址 一个正信的佛教徒 我应该如何来为我最爱的人送终 灵堂就放在他最爱的公司 上人已经年轻就跟我说 他这四人 他就是来传承做两件事 这件就是优好北部 这件就是跟丢米债油 好好的传承下去 最高兴的是 最高兴的是他2019年 他又做了一件 他盘点生命觉得最值得的事 就是成为上人的弟子 我跟他讲 每一位近视弟子都从佛的公仔来 去到一切众生心 做出所有的心安住之后 修行呢 他要成愿再来 我跟他说 你是近视弟子 每天都学习用关系的心祝福他 因为我答应上人 我一定要虔诚虔诚地祝福他 虽然 一受证的时间 不是很长 但是他绝对是上人 已经踏心的弟子 我们在盘点生命的时候 大海太人问我说 你们不能想一想 你觉得你最幸福的是什么 上人 我觉得我最幸福的就是 从爸爸妈妈 跟我们这代 跟平息 跟维权 我们全家都是慈祭人 我会让上人放心 跟上人 这是我 我人很心疼 很不敢 但是 不敢 那么六十年后 你真心有亲自无奈 无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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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戴情 即使无奈 为什么不增长之后 有机会的人 总是绝有情 总是绝有情 理解人世间的真谛 我们的身体 无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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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起心 无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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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有仇 无奈 无奈 不 even 无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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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无奉 无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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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感覺說 人生 其實生命無期了 還有什麼可以救人 生命落重不知道 這個不知道的生命落重 要求什麼 要怎麼煩惱 反正的人生就是這樣 在開始學放下 聽到的很大 要我們找的東西很多 他們躺在那個電梯 看這個死情 這隻高下 這隻高下 我把這個死情 就是這樣 要跟時間競爭 所以 最實在 這是時間 他不斷在流血 把握時間 才能看到生命的結局 你這段時間你是真有 剛才自己也盤點過 還有什麼你不滿足 唯一的牽掛 本人 但是你要知道 你愛他 就要成就他 他聽過舒服的話 他也舒服到整個人 他 他的因緣 已經 給你們的緣 既是已經 就不要讓他牽掛 也不要讓他身體受苦 他很乾脆 幾天 幾天來他 親五飄渺的 整個 可要吃他 他這樣 來 因為過去他做很多 而且剛剛你談點過 他還是到有人家 我們要求的 就是回歸 回歸人間 人間 他有苦有樂 有貧有負 有病有衣 都有對照的 所以我們要選擇如何 那樣的貧窮 我們要如何去幫助 那樣的病苦 要如何呢 幫助他脫離 身心的苦 所以真的愛要大愛 你可以花這一念心 都可以愛他 所以你放心 你也要敵酒 很舒服 現在換你 真真的了無千怪這一念心 都照顧人間 好 好 心經常開花 時時 保持平靜 人間 看到苦難 我們就 開心 付出 付出了後 更開心 那所得到的 就是 開心 可以有機會 因爲去付出 這叫做 好 做好人間 所得的 是 開心 上度 健健康康 還可以 有些人 有些人 人間 做事 我看見 在我們的 慈濟群中 有幾個位 其中一位 師父會經常說 要是真正主親 做主親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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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變成 友好 互相 通常 武婦 分享 美女 找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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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找不得 因為叔父常常在公地 我現在心疼 聽得不聽 我現在比較會了 對,我告訴你 鄉人很幸福 我要健康,謝謝 我很大希望鄉人 你身體要過苦 對,對鄉人的腳步 嚇到最後一口氣 謝謝 叔父健康,你安心 你的健康也會安心 對,鄉人 我也要去收賢館 我賢館 我都騎我的水水 電動車 對 去衛生所 去衛生所周 我那個老公 看到我去很高興 大家都繼續跟我們 老公 你這麼一回 對,也要有 對,也要有 你說,你的心 真好 你的身體也真好 因為你的心很寬 你的心跟你的命一樣 真寬 所以你身體健康 能不能說 灰燒 肥油 彈勢 等一等 師父跟你照顧 好 那,這邊 你接啊 那,你可以接啊 你這樣 大家都知道 你 田鱼 是人漂亮 她呢 給師父最讚譚 是她 頭腦很清楚 她的心涼 我們總是無偏差過 這就是他人生的階段 要像有這樣 這麼完整 這麼圓滿的人生 其實找不到幾個各位菩薩 我們都不能臨勞 我們沒有勞的寬意 我們有佛菩薩心的臺灣 我們有遭入人君的宿命 所以我們要讓我們的身體 真的要懂才會活 在活就要懂 師父常這樣說 你要健康就要運動 大家如果看到師父 師父你要做運動 我說 我是怎麼沒有運動 再起時 我就在那個中庭 在那裡繞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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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的環境不大 我走出來的那一個小就 呢 就要靠兩步 睡完一步兩步 比閉裡面更近 自己要相信自己 心中就是有狂 我呢 現在所需要的是 espírito 我會把最後一步一步 还是腿要看大步 这样才能练乱的腿 虽然有时尽 苦手要相反一下 不过两只腿 还是要大大步 各位菩萨 相信我们大家 有心有关 一定要练出来 只要我的力量不够 只要你们的力量不够 还要菩萨造生 你们要尊敬 无疼买到当初 你们被渡进来的 而且花心利愿 要亲唱过去 在娶你那个祖亲的委员 这种心去找人 去找人 所以要缓缓相扣 实际的花脉中文 就是需要我们这样 缓缓相扣 代代胸团 感恩啊 感恩人人 再接再厉 生生死死 感恩 生老病死 是人生的必经旅程 上人辞世 弟子们要在有限的生命中 找到生命的价值 凡事要学会看开 放下 不要挂爱及执着 只要看淡生死 滋养会命 发挥内心本具的清静智慧 就能得到内心的安稳 希望今天的节目 能让我们重新思考 生命的价值与意义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周见